惡魔所拥有的名字給人的印象越可怕 讓他自身的實力也就會越強大 在動畫第一次集當中 就有一個狐狸手勢 加上一聲帥氣的摳 隨機就將狐狸惡魔給召喚了出來 雖然我早就看過漫畫 但動畫這一幕還是帥到讓我重播了好幾次 哈囉大家好我是River 今天的影片想要來和大家好好聊聊 看早傳球簽訂契約的狐狸惡魔 他的能力以及設定是什麼 以及他所拥有的狐狸之名 在日本人的心中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存在 有一個影片會稍微提到原作漫畫的內容 異形動畫檔的各位在觀看之前請無必三思 接著就進入今天的主題吧 狐狸惡魔 是來自人類對於狐狸的恐懼而誕生出來的惡魔 他的體型相當巨大 一口就能把一棟公寓大樓的一層樓給吞掉 身上則是布滿了無數隻像是火影忍者裡面輪迴眼的眼睛 而這些眼睛不只長在頭上 就連手臂上也有 不過劇中並沒有說明 他們是否都擁有能夠看見東西的功能 雖然設定上是外形長得越像人類的惡魔 對人類越友善 但這並不是絕對的 狐狸惡魔就是其中的一個特例 儘管外貌非常猙獰恐怖 但他對於人類卻是非常友善 有相當多的惡魔獵人與他簽訂契約 光是公安裡就有至少5名獵人是狐狸惡魔的契約者 但他簽訂契約的人只要擺出特定的手勢 並說出抠 就能夠召喚他的頭部或是手掌來攻擊敵人 召喚頭部的手勢是用五指做出狐狸頭像的形狀 並將目標給匡列起來 隨後狐狸惡魔就會現身並將對方給吞噬掉 而召喚手掌目前有兩種不同的手勢 提議是五指並龍向前指著對方 喊出抠之後 狐狸惡魔就會用圖刺的方式刺向目標 而如果是用兩指並龍指向目標 則是會用揮擊來攻擊對方 召喚狐狸惡魔的代價 就是讓對方吃掉自己身體的一部分 例如早川對付水之惡魔的那一次 是讓對方吃掉自己左手臂上的皮膚 值得一提的是 只有外貌英俊的男性帥哥 才有資格和狐狸惡魔簽訂召喚頭部的契約 由於目前還沒有出現過女性的契約者 加上他磁性的聲音 狐狸惡魔雖然身為惡魔 但行為舉止和內心卻像是一位人類女性 而這個設定也很符合東方民間傳說對於狐狸的描述 和其他動物一樣 狐狸可以經由修煉而進化成擁有法力的仙狐 也就是大家口中所說的狐狸精 而這些狐狸精大多都是以風之妖勞的美女形象 出現在人們的視野當中 牠們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來魅惑或是勾引民間的男性 基本上 狐狸惡魔可以消滅絕大多數惡魔獵人所遭遇到的惡魔 契約的代價比起其他同類也算是比較輕度的 不過使用牠的能力還是會有一些限制 首先就是狐狸惡魔的本體位於京都 所以如果契約者處在於外界格局的地方 就無法召喚牠過來進行戰鬥 還有就是 狐狸惡魔也無法吞噬掉那些被稱為武器人的操場存在 正確來說是牠相當排斥牠們的味道 早川和另外一名契約者都曾經召喚過牠的頭部來攻擊武器人 但都以失敗受場 不是被對方給逃了出來 就是說對方的味道自己受不了而直接繞跑 再加上前面登場的蝙蝠惡魔曾經說過 電製的血非常噁心 所以可以推論武器人的血肉對於惡魔來說 是非常難以下咽的東西 談完了狐狸惡魔的能力與設定 接下來來聊聊牠的名字 根據名字印象法則 惡魔所擁有的名字給人的印象越可怕 那牠自身的實力也就會越強大 狐狸這個名字給人的印象到底是什麼呢? 牠在日本社會中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存在? 在開始討論之前 我們必須先達成一個共識 那就是除非劇情有特別強調或是提及 不然我們假設 天巨人世界中的人們 對於恐懼的認知 和我們的現實世界是相同的 舉例來說 不論是劇中的人物或是我們的觀眾 都認為 汽車給人的印象比咖啡可怕許多 所以如果有汽車惡魔的話 實力肯定會強於咖啡惡魔 根據日本的民間信仰 狐狸可以經由修煉進化成擁有妖力的仙虎 而仙虎之中有好有壞 善良的仙虎被稱為善虎 而邪惡會對人類造成危害的被稱為野虎 在過去醫療與科學不發達的年代 有些不知名的病症就會被視為是野虎在作祟 例如早期在長崎縣以及左鶴縣以帶 染上天花的病患 就會被認為是被野虎附身所導致 而其中最被大家所熟知與害怕的野虎 就是鼎鼎大名的九尾妖狐 相傳妖狐的尾巴是儲存妖氣的地方 只要吸收了足夠的妖氣 尾巴就會一分為二 最多可以分裂至九條 相傳尾巴分裂至第五條詞 就能夠悟出咒術的整理 而這就是五條悟名字的由來 而當妖狐擁有九條尾巴之後 就會獲得非常強大的妖力以及不死的身軀 傳說在日本平安時代末期 有一位名叫玉藻前的爵士美女 她深受當時鳥羽上晃的喜愛 還因此獲得了極大的權力 然而她的真實身份 其實是一隻白面金毛的九尾妖狐 一直在暗地裡不斷吸食上晃的精氣 最終導致上晃重病不起 就連皇家御醫也束手無策 好在她的惡情 被一位名為安倍泰成的陰陽師給看穿 安倍泰成就是著名的大陰陽師 安倍晴明的子孫 被揭穿身份的玉藻前 隨後從宮中逃走而不知趣向 本以為這件事情就此告一段落 然而在納須野一帶 也就是現在日本關東地區 立幕縣納須郡的周邊 開始不斷傳來了小孩以及婦女神隱的消息 在當地領主的請求下 上皇組建了一支8萬人的軍隊 並任命安倍泰成為軍師 出兵討伐在納須野作亂的根源 而那不是別人 這是先前化身為玉藻前的九尾妖狐 儘管討伐君人多勢眾 但身為妖狐的玉藻前不僅狡猾 戰鬥力也很高強 寶伐君前後總共出征了兩次才將其給拿下 過程中的傷亡更是不計其數 而妖狐死後更是因為其強大的妖力與怨念 變成了一個會散發致命毒氣的殺生石 會毒死任何經過其周邊的生物 就連在空中飛翔的鳥類也無一倖免 你只要到200年後 有一名高僧用法杖化解其中的怨氣 這場災難才得以平行 久而妖狐強大且令人畏懼的形象生直人心 在不少動漫影視作品中都能夠看見她的身影 例如《婚姻忍者》裡面的最強尾獸 九喇媽 《咒術回戰》裡特級驟靈之一的化身玉藻前 以及犬夜叉裡面帥氣又強大的犬妖殺生丸 她的名字就有不少人猜測是取之玉藻前 死後化身而成的殺生石 不過比起厭惡和恐懼 日本人對於狐狸這個動物更多是抱有喜愛以及尊敬的情感 畢竟九尾妖狐只是傳說中的生物 而狐狸帶給人類社會的好處卻是隨處可見 在古代的社會中 養貓的農家少之又少 因此在稻田裡幫忙抓老鼠的 大多都是野生的狐狸 再加上狐狸的日文古民與食物之神玉鑽精神的諧音相似 這讓農民們相信 這群狐狸就是掌管古物、食物與豐收的稻荷神所派來的使者 現今全日本共有3萬多間的稻荷神社 堪稱日本之最 而這些神社的一大特點就是會有一對狐狸雕像鑄守在那邊 也是因為這樣 比起對於野狐的恐懼 日本人更將狐狸視為是豐收與富有的象徵 既然狐狸給人的印象是喜愛大於恐懼 而連巨人世界中的狐狸惡魔與人類之間的關係也是友好的 劇中的人們對他的恐懼肯定不會太大 按照名字印象法則 狐狸惡魔的力量應該不怎麼強才對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除了因為極其抗拒武器人的味道而無法將其吞噬之外 基本上胡之惡魔能夠幫助契約者擊敗大部分的惡魔或是敵人 而即便腦袋被武士刀砍出了一個大洞 也能夠存活並且在之後復原 可見他擁有不亞於其他惡魔的生命力與復原能力 其實從公安有很多惡魔獵人願意跟他簽約的這點來看 除了是因為他對人類很友善之外 也代表著胡之惡魔又有能夠和其他惡魔對抗的戰力 畢竟我想沒有人會想要和一隻派不上用場的惡魔簽訂契約 惡魔增強自身的方法有很多 吸收來自人類的恐懼只是其中一個手段而已 他們還可以藉由攝取其他惡魔或是人類的血液或是肉體來強大自身 而胡之惡魔的其中一種戰鬥方式就是將對方給吞噬掉 我相信他在與人類並肩作戰的過程中 應該也吃掉了不少實力強大的惡魔 除此之外 他也會吃掉契約者身體的一部分 長期累積下來 胡之惡魔所吃掉的人類身體跟惡魔的數量應該會非常驚人 而且也不用擔心自己會被惡魔獵人給獵殺 所以比起一般的惡魔有著更高的存活率 不得不說這種以和人類簽訂契約的形式而生存的惡魔真的很聰明 雖然這麼做可能會少掉狩獵人類的快感 但至少大大提升了自身的生存空間 只要人類不要滅絕 就可以一直和人類合作強大自身 而就算人類最後不敵惡魔而滅亡 自己也會因為過去和人類的合作關係 而成為了實力不容小覷的存在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各位對於胡之惡魔是否還有更多想法想要提出來討論的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與大家分享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別忘了幫我幫一下喜歡 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按讚追蹤我的粉絲專頁 或是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小而支持我創作出更多影片 我是River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